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那时可能很壮胆 可能自己也有点害怕 但说这句话就比自己壮胆地说 说天不怕地不怕 其实是否可以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呢 我今天想在《马太福音》第十章 讲耶稣基督几句话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 可不可以做到天不怕地不怕呢 首先想想 什么是最令人可怕的呢 人家可怕的事呢 其实有很多 比较是 每日生活上面的 有人可能说 我很害怕 是什么呢 就是怕老鼠 有些人说 我怕辣 这些是比较小事啦 现在呢 其实在今天这个环境呢 很多人就说 哎呀 我真是最怕呢 就是出不了街了 买不到我必须的东西啦 那其实呢 很多的层面都有 我们是 令到我们是 很不想见到 或者呢 是令我们很怕的 那但是最令人可怕的是什么呢 那我相信呢 就是 就是 可能呢 就关于我们的人生的安危啦 失足的自由呢 令人很可怕啦 是吧 或者呢 跟我们的亲人有隔离 不能够可以再见面 这个也是带来给我们呢 是 很可怕的感觉的 那有些可能就说 我最怕呢 就是痛 死犯围呢 就一次过 但是呢 肠痛呢 就是很辛苦 我就是很怕呢 就是有一个 意外 或者一个病情里面呢 令到 令到我呢 死又死不去 那就是一路这样 来下去 受痛苦呢 就是真是最可怕啦 那不知道大家 你心目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那我最近呢 看新闻 我相信呢 每一个国家的那个头条新闻呢 都是说这个新冠症的疫情 那也都是反映到呢 是 最令人可怕的 现在就是这个疫情所带来的 很负面的影响 很多人死啦 澳洲可能是比较少一些 我最近看到 昨晚看到 英国 死了的人已经是超过了2万人 那这个是全球性的疫情 所带来呢 是真是令人很可怕的死亡 那 甚至呢 有些人呢 是用死亡来成为一个的威胁 是吧 那很多人呢 也有很多人呢 也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就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也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就有些人呢 死亡来威胁一个人呢 如果你不给钱 我 我就把你呢呢 就有些人呢 你呢 就会把他折磨到死 其实死 是 带给我们呢 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呢 都被我们呢 都被我们аете humanity 是很恐慌的 很恐慌的 所以说到没有谁说我是不怕死亡的 今天这个经文里所带来给我们看到的 就是不单有肉身的死 也说到是有灵魂的死 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到 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 才要怕他 在这里两句话带出有两个死亡 第一个是说到身体的死亡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我们当然领略到人身体的衰退 甚至是病 甚至是经过要死亡 这个是在人不能够避免的阶段 但是这里所说到的有另一个死 就是灵魂的死 灵魂的死是什么的死呢? 正如身体的死就是和这个世界永远的隔绝 那属灵魂的死就是说到我们是和做我们的主是永远的隔绝 所以我们的人是有身体和有灵魂的 很简单来说 你现在的你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或者再三十年前的你已经是不同一样的样子 是吧? 但是我们内边的是同一个人 所以我们大家都理解到 我们的人其实是有我们内在的灵魂 或者叫做灵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仅是一个身体 而是我们是有灵魂的一个完全的人 这里说到我们灵魂的死 就什么时候会有灵魂的死呢? 所以耶稣基督就提醒我们 祂说我们肉身的死 虽然会是很可怕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在经历过肉身的死之后 要再第二次经历的就是灵魂的死 这就要怕了 那经文呢 其实也是有 《圣经》里面有提醒我们的 按着定命 人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 什么时候会有第二个死亡呢? 经过我们肉身的死之后 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过肉身的死 但是死后 我们会在神的面前 我们会面对造物主永生神的面前 在祂審判的台前 为我们一生所做的去交涨 所以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到 我们站在一个很严正的法官的面前 去申诉我们自己一生里面所做的一切的时候 或者我们隐言未见的 人人不知的错事 或者我们有些是不想人知道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很羞辱的事情 但是在无所不知的公正 而圣结的神的面前 不知道你和我会有什么结果呢? 不知道在神的公正和圣结的审判之下 你会不会像我那样都觉得 是啊 我真是做了很多的错事 我这个内疚 真是不知怎样能够得到去上还 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死后且有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 身体的死亡 但是我们在神的审判的灼前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信心 说经过神的公义的审判 我可以说到我是可以无罪呢? 我相信我们大家 如果在敏心说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无罪的人呢? 我们没有犯过一些令人受伤 或者说了一些令人受辱的事情呢? 这个就是说到结果 就是会得到一个审判的结果 就是神的审判 就是要我们经历的第二次的死亡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我们 在现今这个肉身的世界里面 叫我们人身体死的可能是有疾病 或者我们的敌人 或者有些是意外所难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那么惊慌 因为最令人是不安的 就是在神的公义圣结的审判的灼前 我们会不会被神的审判说我们要死呢? 所以这个是最令人担忧 最值得我们今天去思想的 既然神是最后的审判 祂是可以操纵我们将来的灵魂生死的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要对神有一个敬畏呢? 当然的 但是在敬畏神的心态里面 是不是因为神是一个很可怕的神? 其实上帝就是想要人受苦 可以说是没有同情心的神 有没有情讲呢? 今天我们大家都说 是的,我是不合理 但是给个人情吧 是吧? 那你也知道 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有软弱的 或者呢 我今天如果呢 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面 我所过的生活 我今天的为人都不会这么差 我们会给我们自己很多求情的藉口 那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和神求情呢? 神是否有没有情讲呢? 神是否真的说 既然罪人 我们所做的一切有罪 罪的功架乃是死 那我们就 不能够了 我们就完全 要受到灵魂的毁灭呢? 所以在同一段经文里面 耶稣基督也提出 神是值得我们的敬畏 但是神也是爱 神是爱惜世人的神 他用了一个秘语 他说 两只麻雀 不是买一个铜钱吗? 你们的父 即天父 若不许可 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数过了 所以 不要惧怕 你们给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这里 就是把人和麻雀比较一下 我不知道今天麻雀是多值钱 但是 当日耶稣基督说 只不过是买一个铜钱 他说 两只都买一个铜钱 就算是不值钱 不起眼的麻雀 我们看到有麻雀跌低 死了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哭呢? 我们很多时候 可能眼尾都没有看过 但是 耶稣基督说 我们的天父 亦都会是爱惜一只 我们眼中 那么没有价值的麻雀 他说 那人呢? 人是他所创造的 万物之中 是以他的形象所做的 所以神是很爱惜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是离开了身 虽然我们是有罪性 虽然我们是贪恋罪 但是 神 亦都是爱惜每一个人 他甚至 我们有这条头发 他都知道 所以耶稣基督说 你们 给许多的麻雀还贵重 所以 今天 我们可以有一个安慰 就是 人眼中 我们可能是不要值钱 我听到有些人说 如果 患上了新冠状的疫情 去到医院的时候 如果你的年纪大 或者你的身体的状况不好 你呢? 可能 就不会受到 比其他人来说 就不会受到很优先的照顾 因为 你的复原的机会 是比较低 所以他们的主要能力 就会优先放在 一些 年轻的 或者是 壮健的人的身上 我不知道 这个是真还是假 其实 这句话 所以带出 人是有贵钱 有些人的命 是值钱 那些人 比人家更加值钱 但是神不是这样看 在另一段的经文里面 也说到 耶和华神 是有怜悯 有恩惠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 不过是尘土 在神的眼中 我们真的好像微不足道 好像一粒的沙 小小的尘 一吹了就没有 那段经文说到 世人和什么比较呢? 好像和花草那样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兴旺如野地的花 京风一吹 就归无有 他的缘处 也不再认识他 这两句说话 是否说得很对呢? 我们人生命里面 是有很灿烂的一天 是有很可爱的时光 但是我们就算灿烂 好像花草那样 经过热风一吹 我们真是不能够 受得起时间的折磨 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真是像花和草 那样的呼吊 就这样了 那是否就这样 我们一个人生 就像花草 开完灿烂那段时间 就会叼离 就会被忘记呢? 我们很感谢神 因为我们相信 圣经所说的 耶和华的神 是一个爱惜世人的神 祂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 因为祂是想拯救我们 那你的价值是多少呢?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说 你比很多很多的麻将更加矜贵 那我们看不看到有什么证据 神是这么爱惜我们呢? 这么看重我们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我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就是《以赛亚书》53章第5至第6节 这里讲到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被压伤 因为他受的惩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惩罚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说 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他身上 这段经文是取自在旧约的《以赛亚书》 以赛亚是当时的先知 他借着神的巧遇 去说出一段说话 不但带给当日的以色列人一些教训 一些提醒 他也预言到 将来神会如何为我们 来到去成就一个救恩 这里所带出的就是 就算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 在神的眼中 他都不会放弃我们 他都爱惜我们 这个他就是说到 神的义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被压伤 这句话 其实就是说出 神如何爱我们 犯罪的是我们 但是受苦的 为我们承担在十字架上 死亡的代价 是神的义子 所以说到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他为我们 他承担 他不应该 是不需要受的死亡的惩罚 他本有神的形象 神的荣耀 但是他书专降细 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以一个人的样式 以为人在十字架上 承担罪的死亡的代价 这儿 其实 真是让我们看到 神是多么爱惜我们 请问 有哪个人 会把你的儿子 为一个 十恶不赦的人去死呢? 我们不会 是吧? 但是 在神的眼中 虽然我们 是 做了很多的错事 但是 神 是宁愿 我们 是 宁愿 猜祂的独生子 为我们 的过犯 来 受死 这个 是否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呢? 跟着一句 也说出 是 我们今天的光景 我们如羊 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我没有养过羊 但是 我在图片 影片里面 看到羊 牧羊真的需要一个牧羊人的照顾 需要牧羊的犬 和羊圈 让牧羊有安全 否则牧羊会迷失 这里就是 描写到人 我们自己 尋求我们自己的方向 我们自己 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很多时候 真的走过很多的错路 甚至自己受到损伤 或者令人受到损伤 心灵上的损伤 或者其他方面 关系上的损伤 但是 神 今天里面有没有追究我们呢? 没有 仍然是 仍然是 施联敏 让我们有阳光 有雨水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生活 耶稣说 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哪个身上呢? 不是在我们的身上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 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 这是事实 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 是不单是比麻雀更加金贵 不单是比花草更加的值得去欣赏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叫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 神的大爱 最近这个圣诞 这个复活节 就提醒到我们 耶稣基督的死 和祂的复活 是事实上 是有这样的情形 但是今天 很多人 对耶稣基督的死 和祂的复活 究竟又怎样看呢? 有些人 对耶稣基督 只不过是一个名号 或者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物 或者 他们眼中 耶稣只不过是基督徒 他们敬拜的一个救主 但是对我们自己个人 可能是毫无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真的错过了 错过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因为 下一节的经文里面 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阿太福音》第十章 三十二至三十三节 《阿太福音》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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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提醒 是我们今生是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认定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人而死 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是我生命我要追随 要去敬拜的神 如果我们今天放弃了这个机会 在人的面前认定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他日我们死亡之后 在神的审判的灶前 祂在天父的面前也不会承认我们 这句话真的令我们 我们真的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因为这个机会是很短暂的 人生有时候真的想不到的情形就发生 我们以为是很多的时间 我们慢慢先 我们日后先做一个的回应 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机会 再可以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再没有机会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死 来为我们赎罪 耶稣基督的死是为其他人赎罪 但是因为我没有在今生 找着这个机会 去承认祂是我的救主 那么结果就是 耶稣基督说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不会认我 认一个不认祂的人 所以凡在人面前 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的面前 也必认祂 各位朋友 这句说话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因为生命 其实是很 可以说 是很无奈 甚至有时候 是很想象不到 的时候 就会来到一个终结 我不是想在这里来到 是令到大家害怕 因为耶稣基督 所以提及我的就是 杀身体的 但是不能够杀灵魂的 我们不需要太过害怕 甚至我们今天 就看到这个新冠状的疫情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 都出尽办法 来去寻求一些新的药物 或者是药苗 一些药苗 能够可以来到新冠状的疫苗 新冠状的疫苗 让我们人是可以长命一些 有一个安全的生活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世界里面 每一个国家 都很渴望做到的 就是 去 怎样来到应付 死亡 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威胁 但是 我们可以今天 如果是在主里面的 我们在众人的面前 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 甚至 我们在死亡的当中 我们都无需要害怕 因为 我们可以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因为 有一天 我们今天所见的天和地 都会退色 都会退去 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 会有新天新地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被做天做地的救主 来到去承认我们是属于祂的 在祂的审判的面前 耶稣基督说 这个人所犯的罪 我已经为祂在十字架上面去偿还了 因为祂向我认罪 祂向我悔改 我在十字架上面所留的补血 已经叫祂得到洁净 祂是属于我的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经历 第二次的死亡 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有 灵魂的灭亡 不会再离开 这个做天地万物 似我们有生命的神 反过来 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机会 我们在天上 看到 一个公义的神的审判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对不起 我是其他人的救主 但是因为你 没有邀请我成为你的救主 你没有向我 你没有向我承认你的罪 你没有向我求我洁净你 你没有在人的面前 承认我是 神的乙子 而你今天也在天上我的父面前 是不能够跟我一起 那这个是 十分可以说严重的后果 所以回到天不怕地不怕 这个题目 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因为 如果我们是属于这个做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 我们跟他一起还有什么害怕呢 反过来 如果我们不是属于做天地万物的主的时候 我们跟他无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极度极度的害怕 圣经里面是有很清楚的描写的 希望今天这段经文给大家一个提醒 我们今天有生命的那一天 都可以找着这个机会 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去承认我们的罪 去求耶稣基督的宽恕 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以至我们可以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你愿意这么做吗 请大家低头的祈祷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要宿正 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很羞愧 因为我们连想到 你赐给我们的生命 你赐给我们的年日 我们很多时候 真的没有好好地 以一个敬虔的态度来过活 我们很多时候 所过的就是自己追求 自己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 而去做的一切 所过的生活 主啊 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要承认 我们很多时候 真的得罪了你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错事 甚至有时故意地去令人受到伤害 主啊 在你的眼中 我们真的可以说是罪无可恕 主啊 我们求你开恩 求你怜悯 求你 是赐免我们一切的不易 一切的互惠 一切隐移未现的罪 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他的血是遮盖我 是洁净我 求主耶稣基督 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心中的王 我愿一生一世的跟随他 一生一世 成为主的门徒 求主随替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命以靠 阿们